在2013年春季前夕,陕西省岳川县一个苹果园里,来了很多警察。 在一口超过60米的废弃深井旁,警方带来的打捞队,开始作业。 警方的打捞行动,吸引了很多父亲,我看。 大老现场,村民们显然无法抑制心中的好奇,都纷纷凑近了看。 那么,这口深井里究竟有什么,让警方费尽周折下到井里? 又是什么让周围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保着严寒,再次驻足观望? 警方发现,这个井里藏着尸体,死者是一对夫妇,男的姓申,陕西省白水县人。 死者的哥哥告诉警方,他们夫妻俩开了一个干菜店,生意做得不错,为人和善,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就在案发前几天,他们夫妇二人还给家里人打电话,说过年有点忙,等过几天才能回家过年。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201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日,他们夫妇出去送货,再也没有回来。 那么,究竟是谁,对他们夫妇二人痛下杀手,痛施申请,案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好,让我们一起寻找一下。 据周围邻居反映,当天晚上6点钟左右,还看到他们夫妻在店里忙活。 妻子对找货单算账,丈夫搬货装车,看样子是要给客户送货上门。 好多单天店还不送货,只有他这个,用我们一般的话讲,就是过日子比较狠,就说只要有钱赚的商业就不会放过。 睡不觉的、睡不觉的,你一定要睡觉。 晚上会重新。。。 他们两个人一块去了,时间这么快。 颠头就一个人给一个人膻胶胶。 没有人知道什么夫妇要将货送到什么地方送给什么人 那么他们究竟是被谁杀害的 那天午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监控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 案发当晚八点 夫妇二人开着车离开了干菜 三个小时以后这辆车又回到了干菜店 但是开车的并不是他们夫妇二人 而是一个穿夹壳的男人 他们夫妇二人并不在车上 那么这个男人是谁 警报推测 这个穿棕色皮夹壳的男子肯定和身某夫妇的失踪 无关系 他故意回避我们的摔像头 他的头望高的一排 只能照见他的鼻子 看见他的眼睛 此时神某夫妇身在何处 他们的车为什么会在这个男人手里 如果俗人的话或者是朋友的话 他两个肯定会跟着一个人下来吃东西 所以说从这上面看 这两个子都被人控制了 他们就认为这是案子 如果神某夫妇已经被控制 那么皮夹壳男子当完驾车返回白水县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神某哥哥的一番话揭开了谜底 发现臭气的头牛逼八钱的 神某夫妇两个子 后院的时候 长车的时候 有一个人 大概已经起步到一米八粮的 个子 在车边里 打着电话 这个人是个陌生男人 没有据据 我们能见过 咱们推测这个事 可能感觉没有关系 陌生男子 送货 时针 当民警把这些碎片信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一张有预谋的抢劫路线图 渐渐浮现出 那么 这个一买菜名一时时抢劫的男子是谁 2013年1月8日 也就是神某夫妇失踪八天以后 他们的送货车出现在了警方面前 背起的面包车 车门禁闭 里面空空无野 既不见受害人 也没有任何过务 多年从事侦查的民警们非常清楚 歹徒一旦抛弃涉案车辆 那就一无之事 从准案的规徒来讲 血量到抛弃的事 是应该发几分次 会长得比最后过程 整个人的案件已经没有已经完成 所以我为这夫妻量的 该到处理 根据监控记录 警方将嫌疑人锁定在 洛川县石头镇等债头群 这个小村只有20多户人家 偏僻而幽静 当民警把沈某夫妇的 学人骑士贴出来后 很快惊动了全军 村民们都想不出 这对白水县夫妻的失踪 和他们村会有什么关联 就在此时 一个名叫任云鹏的男子 独斗找到了警方 他说自从看到警方 贴着那张巡人骑士后 他就开始坐立不安 他怀疑可能是自己弟弟 做了这件伤天害理的事 于是想找弟弟问得清楚 但是他一遍一遍拨打着 弟弟人文龙的令化 可是一直没有阴心 任云鹏音音感觉到 弟弟这次离家 可能与干菜店夫妇的失踪有关 因为他弟弟是厨师 并且经常去白水买干菜 任云鹏说 弟弟任文龙今年三十岁 比自己小七岁 因为是家里的小儿子 父母一直很宠着弟弟 以至于弟弟经常在外面 胡作非为 很有可能为了钱 去干违法的事 很快警方的调查取证 印证了任云鹏担忧的事情 案发当晚 出现在监控中的 棕色皮夹可男子 正是任云鹏的弟弟 任文龙 咱俗人看不来 俗人一看 一下子就看出来 特别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个八字活 不给你了 老老老老老老 原理也就好 以后 这个人没有任何消息 也既不在权内 也在外界 也找不到他的 人的权势 犯罪嫌疑人任文龙 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在这个时候 警方在监控录像中 重大发现 案发的第二天 这辆面包车 曾经在洛川县某加油站 出现过 从监控中我们可以看到开车的人正是犯罪嫌疑人任文龙 开到加油站 车上下来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哥哥 任云鹏 看来这个人也难脱干系 难道是他们哥俩合谋 杀害了这位夫妇 如今犯罪嫌疑人任文龙 身在 情报推断 根据加油站监控视频 事实真相 并非任鹰鹏所叙述那样 他本人很有可能也参与其中 最少记得 这一路知情的人 应该知道他弟弟在哪里 然而 正在此时 任云鹏突然离开了村子 坐火车 去一心 和哥去西安干什么 和哥会回去给 和弟同工报信 咋就经常了哥 民警不动声色的 悄悄跟着 可就在第二天 任云鹏准备乘火车返回洛川时 弟弟任文龙始终都没有出现 难道任门龙听到风声 已经远走高飞 任云鹏随后透露的信息 果然是警方最担心的事情 老大 莫莫的情歌 你帮帮我吧 那完了 回不来了 你也就不和一家落下起了 你也不回来 你去请我照顾和兄弟 我这么多年了 有人都知道 雷云鹏告诉警方 虽然知道弟弟平时就不安分 但是 接到这份决绝口门的断信 他一直不知所措 你当时也很迷茫 我也不知道该怎样 是不是这个残局 是迷茫 他弟弟 有可能是犯了大事 做了案子 然后不敢回家了 就说以后 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 雷云鹏说 看了弟弟给他发的这条短信 他心里害怕急了 想要把弟弟找回来 所以他才匆匆赶到西安 可是在西安 无论他怎么劝说 任门龙也不肯回家 情急之下 他硬指把弟弟拉到火车站 雷云鹏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买票回来时 任门龙已经不知去向 他兄弟 去向的王明强 根本不知道下落 对这个男子来讲 根本刷不了房 弟弟跑了 他哥哥呢 他是否和神某夫妇被害的案子有关系呢 根据检口记录 任云鹏在加油站时 和弟弟任门龙一起在面包车里 那么对于弟弟的所作所为 他应该是清楚的 咱当时推带 就是他弟肯定有帮手 他弟玩笑可一个人去去 提同过去加油 不需要他知道 多一个人不是 多一个现实 肯定他参与了这个案子 但是我们一鉴定是肯定他参与了这个案子 这次警方发断 任云鹏应该是神某夫妇被害案的第二嫌疑人 他也很快向警方承认了知晓弟弟抢劫的事情 他就说他弟弟到家里的护 让他家里护 让他下车 他弟弟跟上那两个人分开赛去了 就在民营兴兴了 他现在早也早不见 他是故作震惊 就说 竭力的装出自己 好像没有事这样子 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他 有那么意思 不安或者说 从任云鹏闪烁的眼神中 民警捕捉到了信息 任云鹏应该不只是知情这么简单 弟弟任门龙想要杀害神某夫妻二人 不是一事 更何况神某林高马大 任云鹏应该是弟弟的帮凶 可是如何才能让任云鹏心服口服的承认呢 警方决定 先找物证 我们大使就判断 这会不会这甘菜这在他家里 咱北方人有个习惯 就是家里没有冰箱 就是容易把这些过年的东西掉在教里边 当地窖打开的那一刻 特地死心了 我们的灵箱又是把壳的灵散了 我们的心真是掉在大扫子里面 东西全出来了 鸡呀 那些 牛肉呀 那些东西都出来 我们建的东西 咱们一下子就 心里就觉得 哎呀这咱是造对了 面对铁证 任云鹏不再狡辩 他承认参与了作案 任云鹏交代 案发当天 他们以送货的名义 把夫妇二人请过来 大家聊了一会儿 然后弟弟就把他们送走了 等弟弟回来的时候 夫妻二人不见了 车上的干货就卸在院子里 警方认为任云鹏在撒谎 因为在他的家里 警方找到了一张身份证 这张身份证是任文龙的 还有一张火车票 发车的时间是案发后的第二天 另外还有一部手机 手机的主人正是任文龙 因此警方推断 任文龙没有离开此地 那么他身在何处 案发当晚 哥哥任云鹏又干了些什么 对于家中走出来 弟弟的身份证 手机等物品 任云鹏说 这是他去西安市 弟弟交给自己的 还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而就是从这条信息中 办案人员似乎看出了某种破绽 短信中任文龙将父母 甚至连自己的妻子 都完全托付给了哥哥 但是根据警方调查 任文龙没有给父母亲和妻子 打电话或发信息说过此事 任云鹏也没有把弟弟的意思 转达给他们 这个短信是一言形式的 为什么给他父母的交代 给他妻子的交代 一辈子的交代 给他母子的交代 而我给他哥哥发一个短信 这种明显反常的做法 让警方怀疑 这条短信 也许并非出自任文龙之手 而任云鹏随身带着弟弟的手机 完全有可能是他自己发给自己的 这个人会不会去用这条短信 我们警察玩这个 把你调一下 这是我弟干的事跟我没关系 自此报案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你贬这条短信的母亲 你贬这条短信的母亲 我看着 你就是想把这事给你说成了该的 是你说的干净 与你没有关系 你最后想把你这一家子 包括他的儿子 他的妻子 他的王 你的王一样 老人一样 你留一个 撒人老王君 别人成了一个大小子 那么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任云鹏又是否真如警方推断的那样 先杀了沈某夫妇 又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 谎言被揭穿了 任云鹏也再无心顽抗了 他亲口承认了杀害弟弟任文龙的事实 并倾诉了自己的无奈与悲痛 任云鹏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处处捧毙 便回到家中干起了果园 他人勤快 又懂科学 很快就将果园管理的有声有色 之后娶了娇妻 有了儿女 日子过得也算富裕 然而他摊上了任文龙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弟弟 俗话说 长兄为父 这些年他没少为弟弟操行 虽说也结了婚有了孩子 可是却迷上了赌博 任云鹏没少为他还赌债 因为这些妻子和任云鹏经常吵架 后来干脆离了婚 离役后任云鹏又经常帮着弟弟家干活 弟弟经常在外面赌博不回家 弟弟家里全扔给妻子小丽一个人 由于大哥任云鹏的帮助 小丽非常感激 渐渐的两人竟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感情 此后几天 人们龙天天到任云鹏 让他帮自己干一票 否则大家谁也别想过安稳日子 为了家中的安宁 任云鹏只好答应帮弟弟 2012年12月31日下午 任云鹏接到弟弟从干材店打来的电话 当时他就说让我给他送钱 然后见面以后他就为谁帮忙买菜 之后任门龙以送菜为名 将沈某夫妻骗到了任云鹏家里 兄弟两个前后将沈某和他的妻子骗出 在送火车上实施的杀害 杀了沈某夫妇后 雷云鹏终于惶恐 可谁知暗门日子没过几天 爹地又来找他了 由于刚刚杀害了沈某夫妻 雷云鹏一直担心事情败露 并不想冒险再次作案 于是兄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说话不讨计的时候 在我没注意的情况下 我反而把生死 老大 可是他们不吃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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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弟弟杀死之后 雷云鹏将尸体扔进了村头的枯井中 而那头井东就藏着深谋出去 最后他又编造了一条短信 把罪恶完全推到弟弟人们 宁贵人的身上 刻意制造出他畏罪潜逃的假象 2013年1月22日下午时分 经过大半天紧张又谨慎的打捞操作 附近中的三具尸体相继被踢出 我们看白岸 任云鹏在弟弟的要挟之下 参与了杀害麦干太夫妻的这个行为 任云鹏呢 他是一个悲剧角色 他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弟 以赌博为意 然后呢屡教不改 为了帮助弟弟呢 自己的家庭解散了 在这个帮助的过程中 与弟弟的爱人呢 产生了好感 以至于发生了关系 在被发现之后呢 任云鹏并没有比较好的处理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和杀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里边呢 我们说任云鹏 他的性格呢 有懦弱的一面 他担心和兄弟媳妇这个炒事 被张扬出去 他就想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住 使他走路犯罪这个深渊的根源 为了不义之才 任是兄弟 无视法律 藐视他人姓名 残忍的杀害了一对无辜的夫妇 任云鹏还不顾亲情 残忍的杀害了自己的同胞兄弟 他必然要为自己的犯罪行为 付出代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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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